各位,今集維勞時政節目 我們請來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 黃江天博士 跟大家維勞聊聊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維勞時政節目 我是嘉賓主持柯創成 今天我們請來這位升級嘉賓 就是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 黃江天博士 跟我們維勞聊聊天 黃博士你好 非常之開心,今天能夠上來你的節目 多謝你 黃博士,其實今天想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的局局工作和發牌情況 物管業發牌制度在2020年 白雨後已經實施 頭三年都在過渡期 物管業為何要引入這個發牌制度 我們說人的生活 衣食住行 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東西 我們說國泰民安 民安就是安居 安是很重要的 在香港很多人說 住的物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所以怎樣令到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市民可以安居樂業呢 就是香港引入這個發牌制度 其實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中間也走過一個漫長的過程 其實整條法例就是2016年已經過了 然後開始成立監管局 然後2020年開始就發牌 就經過了三年的過渡期 到去年2023年的白雨後 就正式落實這個發牌制度 在一個行業來說 你想要提升它的專業化的話 一個很重要就是一個法律的框架 香港現在就是我們大灣區裏面 唯一一個城市 是有這個法律的框架 令到我們的業界 這個物業管理這個行業 是有一個法律的基礎 亦都有一個劃一的 一個專業的標準 令到社會會衡量 我們這個業界 它的標準是怎樣的 讓我們的受眾 即是我們的市民 是明白我們的行業 情況令到減少了很多工作上的爭拗 甚至是投訴 旺博士 我想請教你 我知道頭三年的過渡期 已經在去年7月31日順利完結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時物業的領域裏牌制度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說牌照有兩類 一個叫一級牌照 另外叫二級牌照 即是在香港凡是從事物業管理的人 去到管理的或監督的角色 就需要拿牌照 如果從公司來說 在香港如果提供物館服務 是有公契的物業 是超過一類指定的物館服務的時候 就需要拿牌照 現在按照我們發出的牌照 現在就有14400個持有的牌照 如果說公司來說 就有780間公司拿了這個牌照 這14400個牌照已經發出了 其實持牌的物館人 本身是甚麼背景和沒有甚麼經驗去組成 我們說一級牌照 經理級他們的最基本的標準 是需要大學學學位以上的 就有相應的物館的經驗 以及我們認可的 一些專業團體的會員資格 就達到了這個叫做一級牌照 而二級牌照就是民憑 或者我們說副學士的 就是學歷的要求 在物館業界亦有一定的工作經驗的時候 就可以拿這個叫二級牌照 那公司的方面呢 公司同樣也是 剛才提及到 如果在香港從事有公契的物業 提供多於一類的物館服務 就需要拿牌照 黃博士 其實我知道這個發牌制度更趨專業 很多從業員都透過這個發牌制度 在日常工作上做得很好 當中你說過有14400人是持牌人 亦都分享過它有不同的組成部分 但譬如在年齡分佈 男女比例的情況又會是怎樣呢 過去香港一直以來 都沒有一個官方的統計數字 我們業界裏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隨著這個發牌制度的時候 我們就掌握到一定的數字 譬如看到男女比例大概是6比4 即是男性居多 而平均的年齡就是44.5 如果我們45入住 大概是平均年齡45歲 所以說我們這個行業 是一個朝陽行業 你看到它是一個朝氣勃勃的行業 就是如果你說最年輕的那個 22歲 真是年輕人 最年長的是87歲 一拉勻的時候 看到整個行業的年齡分佈 是相當年輕化的 如果你再看細一點的時候 就是40歲以下的 在行業裏面是四成 61歲以上的 反而比例是不多的 一拉勻的時候 你看到整個行業的年齡組別 就年輕化了 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跡象 具有活力的行業 所以我們的業界 就說這個叫做朝陽行業 當年在考慮這個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過渡期 其實頭三年是過渡期 其實過渡期的安排 是不是一個好的安排 行業早早在香港存在 沒錯 你一個法例過來的時候 你不可能會追溯過往的 再有例的時候 就需要給一個業界的過渡期 這個亦說明香港是非常注重法律的程序 大家都知道在行業裏面 很多人拿行專的 如果你說按照我們的法例規定 他需要大學位才能拿到的一級牌照的時候 他沒有這個學歷 但行業可能有幾十年的經驗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一個過渡期 就先簽發一個臨時的牌照 給他們在這三年的過渡期裏面 如果他盡量滿足法例的要求 他就可以獲得相應的一級或二級牌照 好